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都没有回国各个年 所以说七年 第八个瞬节吧 即将是 印象最深的话应该是 就说得最多也就是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家以后你什么时候走 你好烦啊 我爸跟我讲过说就是不要随波逐流 让我要记得自己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好成长 我们在家等你 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习俗 就是 因为我们家都是移民嘛 算是半移民嘛 然后就基本上有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年饭啊 然后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 各个远方亲戚才会在一起 就因为我爷奶奶在家 就会往爷奶这边走 然后年初一初啊 就比方去逛逛花街啊之类的 不管就是亲戚朋友都聚到一起 然后一起玩啊 聊聊天啊这样 我家就是吃饺子 我们是北方的 吃饺子 不过我家那儿有一个就是 不太一样的事 我们家那儿是吃爬虾馅的饺子 特别好吃 蝦爬虾 爬虾 我心里最好的过年状态应该是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还没有什么禁止放烟花 禁止放鞭炮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家里吃着饺子 看完了春节烟花晚会以后 我们就会出去放鞭炮 然后放烟花 那个时候是 就是 盐味最浓的时候 可以坐下来 和家人一起吃一餐豚铃饭 因为我就是四年 加上今年就是四年 我没有回过家过年了 想啊 当然想啊 毕竟五四五年没回家了嘛 对吧 当然想了 当然想啊 当然想 嗯 对 其实内心是想的 但是可能说即是真的过年 但是又有一点处 就感觉好像已经 已经不知道国内过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有点心里有点恐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哦 我好想回家过年 我真的特别想回家过年 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好像跟其他人比我还是 呃 这个时间算短的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我们都很想家 但是 既然我们出国了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学习 然后好好地成长 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过年吧 以前觉得真没什么 心情好了 就下楼和家人看几点春晚 一般也在房里面玩玩手机 打打游戏 倒数的时候 向家人朋友们学发具新年快乐 其实对我来说 吸引力最大的还是红包 记忆中的小脚牙 肉咚咚的小嘴巴 一声把爱交给他 只为了一声把忙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爸 妈 注意身体 记得好好吃饭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